两台质量皆为M的小车 一台以速度V去撞击另一台静止的小车 碰撞之后,撞人的小车会停止 原本静止的小车则是以速度V向前移动 碰撞前,两车动量盒为MV加0 碰撞后,两车动量盒为0加MV 所以碰撞前后动量守恒 相同质量的小车以相同速度对撞 小车内部装有弹簧 撞击之后,两车会以相同大小的速度反弹 撞击前,两车的动量盒为MV加M-V等于0 撞击之后,动量盒为M-V加MV等于0 所以还是保持动量守恒 两台小车的撞击界面改用魔鬼粘 并以相同大小的速度对撞 碰撞前后,动量是否守恒呢? 碰撞前,两车的动量盒为MV加M-V等于0 碰撞后,两车静止 因此碰撞后,动量盒为0 所以碰撞前后动量还是守恒 将弹珠射向另一个静止的弹珠 撞击后,弹珠会向右下方移动 原本静止的弹珠则会向右上方移动 原因就是碰撞前后动量守恒 碰撞前,弹珠的动量为P 会等于碰撞后,两颗弹珠的动量盒 P1加P2 等速行进的轮椅突然放上一静止的重物 轮椅的速度会立刻变慢 原因就是移动的过程中 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因此水平方向保持动量守恒 当物体的总值量变大 物体的速度就会变小 水平方向不受外力